第1251章 四层香实验归来 四野 由鼓噪到安静 都是刹那间的变化 楚风一个人站在场中 脚下是一地的绝顶圣者 他们或被打穿身体 或者骨断筋蛇 接劈头散发 倒在血泊中 他衣不染血 很宁静 清风吹起他的发丝 让他眼神看起来格外的明亮 一站而已 注定要名动个足 曹大胜 横扫圣者领域无对手 只身一人独立场中央 三方战场上 各大阵营的进化者都被镇住了 被这一战计所惊 楚风虽然很平静 但是不怒而微 他俯视一群种子急进化者 从扶了一地的躯体中走过去 摇了摇头 他似乎很不尽兴 还想再战一场 这时 他体外的黄金光团越发璀璨 而更外一层则是赤血光环缭绕 这是终极拳在汲取精粹 在进化 这种拳法很难练 依照老古从黎达那里得到的绝密消息来看 目前只有两种办法 一是以各种究极呼吸法揭许权硬的段路 二是 在战场上同各族的精英大决战 汲取蕴含在万灵血液中的神秘规则烙印 现在 他无疑是在进行第二条路的演绎与蜕变 一时间 他越发地恐怖 如山四月般 此时的他 虽然看起来修长强健 十分俊朗 但是却给人压迫感 像是在吞噬万物 他明明很璀璨 周身充益着蓬勃的能量 但是 人们却还是感受到 他像是一口人形黑洞 在吞噬某种生机 在进化中 死 许多人惊叹 倒吸冷气 别说是场内大败的人 就是场外的高手 都在纷纷吃惊 曹德已经是大胜 竟然还在这个领域进化 还在战场中蜕变 这还让其他人怎么活 怎么抵挡 在圣者领域中 又有了些许提升 他周身血气磅礴 像是魔尊清零世间 片刻后 楚风全身的金霞消散 那一层血色光环 也内敛于体内 他恢复到正常状态 还有没有 我要一个打一百个 片刻的寂静后 他直接这般开口 一刹那 许多人心中波动太剧烈了 就在刚才 不少进化者还在惊叹 还在震撼 觉得这位曹大圣太恐怖了 震动了许多人的心神 让人敬畏 甚至 一些少年都露出崇拜的目光 都想做这样的人 以曹德大胜为目标 要去追赶 可是现在 他这种话语一出口 除却雍州外 南部詹州 与西部贺州两大阵营 那些因为他强绝 而对他敬服的人 脸色都变了 才生出好感 顿时又消失 真不愧是德自辈的 太可恶了 打人不打脸 大胜我们两大阵营 低调点也行啊 居然又这么放话 太霸道了 曹德 曹 你真无德 太可恨了 这般挑衅 容易遭天谴 一些人愤慨 很不甘心这样大败 两大阵营人才挤挤 出动的都是各族的精英 属于圣者领域中的绝顶天才 结果却都被一个少年给横推了 最为关键的是 他居然还在叫阵 其实 这是楚风此刻 暂时脱离物道境的新生 他真的很想再战一场 刚才终极拳的奥义升华了 他觉得 再遇上这样一批 强大的天才的话 会让这神秘的权硬 进一步蜕变 会更为厉害 此刻的他 很想去撼动一群 更高层次的进化者 终于 他复苏 彻底行转过来 看着满地的男女女女 各族奇才 楚风一个一个去扶起 道 对不住 下手过重 有些失误 你没事吧 一群绝顶圣者 这叫一个腻碗 都差点将人打死 一个个贯穿肉身 现在假惺惺来搀扶 什么意思 这是耀武扬威 还是鳄鱼的眼泪 与假仁慈 看 这胸部都在流血 我帮你包扎 回头再帮你按摩一番 推拿几下 活血化瘀 保证一夜就好 曹德很热情 直接让一群人崩溃 尤其是被搀扶的人 差点尖叫出来 即便身为佛女 平日间超脱红尘外 圣洁出尘 可是现在也受不了 这种热情 其他人也无言 很想说 胸部便是被打穿了 也不用你推拿 你 走开 佛女颤声道 楚风一本正经的 双手合十 道 啊 对不住 我没看清 光顾着服人了 没注意是一位佛女 有袈裟挡着 还以为是佛子呢 然后 她又去关心 与照顾其他人 结果又有几位少女 胜着泪崩 尖叫着 告诉她 不用她照顾 让我接骨吧 旁边 曾经拥有翻天印的 宗发少年说道 面无表情 但其实很不满 好嘞 楚风答应的痛快 走上前去 直接出手 在咔咔声中 那少年惨叫 感觉浑身骨头又断了一遍 痛苦到几乎涕泪长流 太他妈疼痛了 这是故意的吧 好了 楚风道 巴搭一声 将她扔在了一边的地上 这看得一群人眼睛发直 这是在扔破不口袋吗 这可是一位 差点就死掉的病号 如今还体虚呢 这实在是区别对待 刚才还要帮佛女 她们按摩 活血化瘀 态度那叫一个好 现在让人受不了 一群人不管男女 全都躲着她 恨不得立刻跑路 詹舟 贺舟两大阵营的人 看不下去了 尤其是一些女秀的副兄 急得直接冲进战场中 就要抢人 他们感觉 这曹大圣太没道德 让人放心不下 这都是我的俘虏 你们别动 然后 楚风找出一条捆铃绳 一口气将他们都给绑上了 拴成一串 拎起来就跑路 她的速度太快了 尽管不能飞行 但是阴暴可怕 震耳欲聋 她风驰电掣而去 这群人被拴成一串 犹若被放风筝般 扶在半空中 主要是楚风速度太快 拉着绳子狂奔 他们都跟着沉沙而起 战场外 许多人都是一脸诡异之色 这位曹大圣太不道德 让人又恨又气 然而 他却是这么的强大 圣者领域中 没人能对付他 三方战场 顿时一片嘈杂声 因为各层次的进化者都在瞩目 都在盯着圣者领域的战况 出了一位大圣 自然让人吃惊与关注 人们热议 说什么的都有 不管怎样说 今日一战 曹德明阵战场 正式崛起 在这个过程中 有些特殊的人 对他格外关注 比如 地下黑暗势力那群人中的 一位壮汉身上的少年 他头上鸡脚很粗 大背头下的面孔虽稚嫩 但双目炯炯有神 此时他扔掉雪茄烟 口中喃喃不停 拴成了一串 相似的风格 真是怀念当初 我们捉了一群圣子神女 绑成几大串去卖 少年蟒牛严重怀疑 这无耻的曹大圣 很像是那位故人 彼此太熟悉 太了解了 这一刻 他抓耳挠腮 差点将忍不住 真想冲上去大喊一声 人贩子 是不是你真的 那天杀到杨坚来了 但是 他不得不强忍着 憋着这股冲动 现在冲过去的话 估计会害死那魔头 此时 他心潮澎湃 简直激动到发抖了 另一边 一个看起来风流倜傥的少年 早先还在煽动折扇 一副儒雅的样子 现在则是瞪远眼睛 活见鬼一般 他也在低语 道 我去 同样的无耻啊 要帮佛女去按摩 连柔胸都说得这么清新脱俗 我被中人 无道不孤 是他 来了吗 吕伯虎的声音在轻颤 真不得杀过去 小小你在干嘛 亚仙族这里 硬无敌不满 他发现 手臂都亲子了 是被他妹妹给掐的 啊 我有点紧张 也有些开心 硬小小风姿爵士 一头银色长发很亮 披散到腰间 现在他很激动 你开心就掐我 硬无敌黑着脸说道 然后 他也有点狐疑 盯着战场中的曹大胜 道 这风格 怎么看起来如此的可恶 似曾相识的无耻啊 这时 他看向自己的姐姐硬折仙 发现他一阵出神 绝美的面孔上露出异样之色 双目盯着战场 哥 他想进入秘境中 帮我弄到这种资格 硬小小开口 跟他平日的性格不相符 现在他很霸道 一言决定 不容自己的哥哥与姐姐反对 好 没问题 我跟你一块进去 到时候 若是有不开眼的小贼惹你 我帮你将他打成十八半 硬无敌大包大揽 硬小小撇嘴 小声咕弄道 我怕你被人打成二十八半 说什么呢 硬无敌瞪眼 旁边 硬折仙很安静 没有说话 似曾相识艳归来 在更远的一处地方 林诺依清语 他对楚风太熟悉了 大学时曾有好感 后来天地一变 有了各种变故 他毅然远去 进入星空 又被接引到阳间 此时宁静的心中 有极许波澜泛起 当然 也不是所有特殊的人 都对他楚风抱有好感 有人虽然很激动 但是 却也在跳脚 几乎要暴走 要发狂了 特么的 姬大德 本座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化成灰 我都认得你的骨头 这是一个少年 脸上有黑色胎记 宛若一个阴阳脸 他是故意蒙蔽真容 有所掩饰 他是龙大鱼 边荒龙潮中的那头怪龙 当初在巢穴中 他对楚风做过手脚 始终认为 这个姬大德不简单 现在终于利用那屡特殊的感应 知道了这是谁 我有大能手段 你就是上天入地 我早晚也能找到你 今天 老天有眼啊 终于让你出现了 龙大鱼咬牙切齿 同时也快泪流满面了 他当初信心满满的出世 原以为要发光发热 以其绝世天资震动天下 会被许多强大门派 伸出橄榄枝 在世间被人尊敬 结果 他才一出世 遇上了什么 满世界被人追杀 成为了阳间臭名招呼的通缉犯 而且是排在前十内的大通缉犯 当时 龙大鱼想死的心情都有了 他都转世了 他都重新再来了 怎么依旧 又成为恶贯满盈的烂人 简直是人人喊打 只要一冒头 就被人追杀 那段时间 他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狼狈透顶 直到最后 他才了解到 弄清楚状况 他替姬大德背黑锅了 那姬大德满天下折腾 可是却一股脑 将所有脏水都泼在他身上 将所有屎盆子都扣在他头上 然后自己拍拍屁股走人去逍遥 当龙大鱼搞清楚状况后 简直是目瞪口呆 气得跳脚 心脏病差点发作 依照他的风格 一向是他给人扣屎盆子 结果如今 他却替人 背了好大的一口黑锅 成为阳间最性质恶劣的 大逃犯之一 所以 现在龙大鱼鼻子都在喷白烟 恨不得立刻就去抓捕姬大德 很想问问他 你怎么能这么无耻 比我当年还要过分 小爷和你拼了 做人不能这么缺少道德 雍州阵营中 青鹰仙子很平静 但是眼底深处 却也有波澜 他看着从远处狂奔回来的曹德 远远的凝视 最后又转开了头 小姐 我觉得 他现在有些无耻 有些像大恶人了 周家那里 一位老仆人说道 少女吸点头 面无表情 道 嗯 把我安排下 我想和这个大恶人谈一谈 聊一聊人生理想 周族的几位老人 顿时满脸黑线 青睛都要出来了 你身为阳间第六家族的小姐 要跟一个大恶人 谈人生理想 第1252章 五疯子一脉 楚风一路狂奔回来了 如同驾驭着一股妖风 飞沙走时 一串俘虏都在咳嗽 一路上吃了不少沙子 这一次 雍州阵营很多人兴奋 曹德大圣回归 意味着圣者领域的秘境 都被他引回来了 也有很多人无言 看着他一路狂奔回来 他们脸色铁青 怎么也想不到 他强得这么离谱 比如九头鸟族一行人 一个个都脸色阴沉 抱有相当强的敌意 曹德越厉害 他们越是神色不渝 还有那昆龙 他被人腰斩 几乎惨死 曾经的雍州第一圣者 这次等于 从云朵被打落到深渊 让他脸色难看 变异七灵族的精灵 则是露出异样之色 今天看曹德 似乎顺眼了很多 他崇拜强者 连看到这个对头 都敌意锐减 楚风将一群俘虏交了出去 有专人接收 金屋族翘楚屋帝一阵无言 这可都是熟人 结果 全都来了 一个都没跑了 此时 贺州与湛州的绝顶圣者 彼此相顾无言 他们集合在一起 都跑雍州阵营来了 让人一窝端 这让他们情何以堪 早先被俘的几人 也都是一阵无语 他们以为自己大意了 意外被那可耻的少年 恶棍捉到 如今真相大白 那是一位大圣横击诸圣 现在大部队都来了 在这里再次聚首 这还真是 他们自己都脸红 一阵羞丧 感觉想钻进的缝中 可谓全军覆没 一个都没能跑了 全被抓到一处 楚风很热情 嘘寒问暖 优待俘虏 但是 一群人看到他就腻歪 尤其是女修 还真怕他再次主动要求 帮他们推拿 活血化瘀 太可耻了 启荣天尊道 好 曹德 你做得非常了不起 我在这里郑重承诺 赢回来的十个秘境 其中五个 可以让你先进去 这片地带族 有数百万精华者 听到天尊亲自后赐 眼睛都红了 一个秘境 就出土了一株荣道草 曹德能成为大圣 跟此有极大关系 现在一下子 要送他五个秘境 谁不眼红 人们震撼无比 九头鸟族众人 眼神阴冷 一个个都握紧拳头 恨不能取而代之 这是天大的机缘 拿酒来 给曹德倒满 其容天尊开口 早先承诺的大药 熬炼成的酒浆 这次终于准备好了 谢天尊 楚风接过来 一口就饮下去了 顿时感觉一股热流激荡 冲击四肢百骸 让他浑身发光 几乎要冲破圣者领域 这一刻 电闪雷鸣 他血气翻腾 从他的天灵盖中 冲出各种异象 混沌初开 万物初始 他只身立身在当中 映照出一片模糊的世界 很朦胧 所有人都很难看清 什么状态 但是 人们意识到 曹德要逆天了 这是要突破 到更高层次 不用花粉 而是借助一杯酒浆 便要闯入映照境界 这是要成就一段神话吗 一些人阵战 亲眼目睹这一幕后 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比如九头鸟族的神王赤锋 同为进化者 少年时代 为何这样不同 楚风凛然 他不是不想 突破到映照层次 但是 他不知道这要酒 究竟什么成分 是否有某些异果 那跟花粉没什么区别 他现在要走最强路 很谨慎 也很小心 他用体内的灰色小磨盘 疯狂碾压 将所有药性都熔炼 送进前世神王到果中 嗯 险些成就一段神话中的神话 你可真是了不起 让我都吓了一大跳 李九霄神王走来 拍了拍他的肩头 露出金融 深感佩服 也有些感慨 同时 他也为楚风可惜 为他感觉有些遗憾 就差一点而已 就打破古来寒有之奇迹 成为神话中的神话 楚风一点也不觉得可惜 他必然要走那一步 但是 却不敢借助 齐荣天尊这杯酒浆 他抬头 看向齐荣天尊 总觉得这位天尊 现在笑容很深邃 这让楚风严肃起来 虽然觉得这位天尊不错 但是 他却也不敢麻痹大意了 这时 羽上天尊出现 老人孤苦无依 但现在很强势 落寞的眼神中 绽放可怕的光芒 曹德 你不错 在我身边休息 他拍了拍楚风的肩头 有一股无形的蜜力 冲进其体内 运转了一遭 像是要化解什么 最后 他没有寻到什么 这才长出一口气 楚风心中感动 显然老天尊 羽上也是不放心 亲自出面 不顾及什么后果 不动声色地帮他探查 李九霄像是也想起了什么 眼露神盲 拍了拍楚风的肩头 而后站在他身旁 并肩面对所有人 这一次 雍州一方高端强者 在战场表现极其惊艳 在神王大对决中 几乎拿下了半数以上的秘境 主要是因为 李九霄 霄诗运 迷洪 姬彩轩太强 堪称神王中的佼佼者 在阳间能排进前十大神王内 不过 其他层次的对决 雍州一方就显得短板十足 除却胜者领域外 其他境界的对决很惨 甚至 有些领域的对决全军覆灭 猴子呢 楚风诧异 没见到弥天来嘚瑟 感觉很不适应 他看到了弥虹 发觉这位神王的脸色 不是多好看 接着他又看到了弥青 其脸上竟带着怒色 情绪波动剧烈 什么情况 弥天呢 同时 楚风发现 彭万里 逍遥也不在 顿时让他心头一领 意识到可能出事了 难道是亚胜领域的对决 几人出了状况 弥天他们呢 楚风直接问道 我哥他们负伤了 弥青红着眼睛说道 此时 其他人也都露出凝重的神色 想到了不久前的亚胜对决 真是让人无力 又遗憾无比 楚风急忙去看望 在大后方见到猴子 实在很惨 居然满身是血 被人用一杆黑色的长毛定穿了 是被抬回来的 除了猴子之外 彭万里 逍遥也遭遇了这种恶难 曾被人用黑色长毛定在地上 血如泉涌 遭遇重创 难怪弥青眼睛通红 猴子几人竟然这么惨 差点被人干掉 这是谁做的 楚风问道 看向亚胜战场方向 可惜人太多 被阻挡住了视线 他觉得 自己跟一群圣者决战时 消耗的时间并不是很漫长 结果这里 就发生惊变 猴子等人 被人以血腥手段定在地面上 一个个都血淋淋 太突然了 马德 很强的一个变态 我发誓 进入圣者领域后 就去太上八卦炉内熬练真我 不成大圣我不回来 猴子眼睛都红了 钉在身上的黑色毛蜂 已经被拔出来 可是 他却依旧在颤抖 这是气急所致 他觉得 这是奇耻大辱 他在战场上败了 而且很彻底 居然被人投掷飞毛 险些直接定死 逍遥 彭万里 也都是脸色苍白 握紧拳头 躺在那里 全都羞愤而又怒不可遏 因为对方险些格杀他们时 还曾无情地践踏他们的尊严 他很强 以权硬将我的一只翅膀震碎 然后近乎戏耍 最后投掷长矛 将我钉在战场上 彭万里羞愤地说道 他与逍遥也都发誓 到了圣者领域后 若不能够发生一次惊人的蜕变 他们将离开 就此回家足弊死关 永远不出来了 这一次大败 被他们视为奇耻大辱 尤其是 对方的冷言冷语 极尽羞辱的姿态等 让他们心中 如同扎了一根刺 可惜 的确打不过对方 他们无话可说 南部瞻周一方 出了一个恐怖的亚胜 不久前登场 横击猴子等人 所向披靡 便是奇荣天尊 都亲自下命令 亚胜领域的人 不用出场了 有那个人在 绝对赢不了 竟出了这样一个厉害人物 楚风的表现太惊艳 以大胜之资 镇压一群人 以至于吸引了 所有人的目光 若非如此 那亚胜领域的战斗 绝对会成为焦点 那个生物很可怕 摧枯拉朽 打残对手 他什么来头 楚风问道 很可惜 他高了一个境界 没有办法替猴子他们出手 事实上 弥虹神王也是因此而恼火 他很强 但是却不能以神王之姿 去为弟弟亲自下场讨说法 他掌握有墨盘拳 彭万里说道 最开始时 他的一只彭翅 就是被对方一拳轰地炸开的 面对彭族都不放在眼中 楚风听闻后 眼底深处冷冽光芒一闪而过 居然是墨盘拳 难道是太武天尊一脉的弟子 他跟这一脉 可是不死不休 比墨盘拳更深奥 应该是五疯子一戏的人 猴子咬牙切齿 被击败也就罢了 对方还百般羞辱 五疯子一脉 楚风惊讶 嗯 我们怀疑他 恋有七死神 不然的话 不会这么逆甜 逍遥说道 楚风凛然 他对七死神印象太深了 同老谷还有东大虎 去海外采摘血脉果实 在那座可怕的岛屿上 就遇到了五疯子一脉的人 恋有七死神 是一位三转绝王 让衰弱状态的老谷都 应付不了 恐怖无边 靠楚风动用轮回土 与黑色小木毛才击杀制 曹德 他曾扬言 一会儿要干掉你 猴子脸上露出难堪之色 说出这样一个事实 那个人在羞辱他们时 告诉几人 让他们带话 等他横扫亚胜战场后 仔细赶悟一番 就会来找曹德 真是狂妄啊 附近 许多人都相当地吃惊 然而 却有老辈高层人物 露出凝重之色 练了七死神的怪物 那绝对会强得无比离谱 便是齐荣天尊都开口 道 莫要自大 羽上天尊也点头到 练有七死神 再加上类似绒道草的机缘 他多半有信心 迅速进阶为大圣 许多人吃惊 那个生物要在战场上突破 直接进化 成为大圣 有这种可能 齐荣天尊点头 并且他明言 若是练七死神到完满的状态 都不需要什么绒道草这样的机缘 七死神圆满后 一旦突破到圣者领域 那必然就是大圣 史前 五疯子威震天下 就是靠七死神崛起 在某一境界 反复避死关 死去七次 复活其次 最终争我无敌 出关灵世 成就七死神 但是 一般人根本练不成 能够练到三转之身 就已经算是很逆天了 会明镇一方 曹德 出来 敢与我一战斧 我欲图大圣 就在这时 亚圣战场方向 果然传来那个生物的挑战声音 就不怕我一巴掌拍死你吗 楚风回应道 哼 大圣跟大圣相比 也是有差距的 也是不同的 你先等我 容我渡个天劫 一会儿斩杀你 那个生物非常的自负 也很霸道与嚣张 居然在战场上 说出这样的话来 一时间 所有人都听到了 都大受震动 居然有人要涂曹德大圣 哼 没有什么比在成圣之时 涂掉一位大圣 更有成就感了 这回是非常不错的体验与经历 值得以后回味 他再次开口 然后那片地带遍阴云密布 电闪雷鸣 他开始杜劫了 那种声势太可怖了 雷光宏大无边 第1253章 陈天 容我渡个劫 一会儿杀你 仅此一句话而已 顿时让现场安静下来 许多人动容 十分吃惊 杜劫后便要击杀曹德 这是何等的飞扬自负 他的信心太强了 冷酷语言净显霸道 此人很狂放 也很野心于冷酷 他在蔑视曹德 这种言语 这种态度 完全是曹德为踏脚石 当他是进阶路上的 一道特殊风景 这足以彰显出 五丰子一戏 这位传人的风格 桀骜不逊 野性冷酷 强大自我 以俯视的心态 看所有对手 天空中 黑云压顶 咔嚓 刺目地闪电 像是一条又一条赤龙 在那千云中游动 血色光束刺目无比 宏大的雷结 直接覆盖苍语 连他的天结 都这么地压抑 居然是血色雷霆 充满暴虐气息 要毁灭天地般 似乎要击杀万灵 这种天结太强了 轰隆一声 天地巨震 整片战场的地面 都在抖动 血色电光 宛若山红倾泻 又似血海拍暗 一下子砸落下来 淹没人们的视线 实在是太恐怖 与害人了 一刹那 所有人都感觉要窒息 眼中尽是血光 其他什么 都看不到了 这是何等可怕的天结 雷霆无尽 血河奔涌 密密麻麻 都是闪电 充斥在天地间 残暴而阵势 对应于这个 净化领域的雷杰 举世难寻 多少年都没有见到过了 当然 雍州阵营的部分人除外 不久前 他们有心目睹 曹德的天结 一样很可怕 贺州的许多年轻人 很激动 也很兴奋 这种程度的大天结 实在是举世无比 人间能得几回见 在一些人看来 此人必成大上 尤其德西 此人为五丰子一系的传人 顿时更为振奋了 意识到 可斩曹德 五丰子是谁 千古无敌 七死身号称 世间最强几种玄弓之一 不将自己磨砺成疯子 便将自己磨砺到天下无敌 曹德要被人斩掉了 南部詹州有人议论 因为这一次 这位杜劫者投笑的是 他们这一阵营 站在詹州一方 哄 雷杰更猛了 血色闪电中出现乌光 一道又一道 简直像是黑暗笼罩人间 当中血淋淋 点缀着杀戮 黑色与血色闪电迸发 铺天盖地 血河般电光与黑暗雷海 彼此共鸣 灭杀一切 然而 当中那个人却一语不发 冷酷无比 唯有一双眸子透露出来 他抗住了 再度最可怕的劫难 无愧是五丰子一脉的传人 这种手段 这种杀伐战役 硬抗传说中的雷杰 他从容而冷静 必成大圣 即将横推对手 便是贺州阵营 也有许多人开口 看好五丰子一戏的传人 主要是对五丰子 这个传闻中的恐怖怪物敬畏 一旦跟他沾边 是他这一戏的人 那绝对都变态 与可怕到惊悚程度 同时 也是因为同仇敌忾 曹德曾经掳走他们那么多人 西部贺州阵营 自然也希望 有人在此时出事 击败曹德 哄 血河激荡 浪涛无边 赤红一片 这还是闪电吗 实在是让人心惊 丝丝丢丢混沌物都映现了 可是 天结下的男子却很顽强 在对抗 眼神越发地带着野性 即便是雍州阵营 人们心中也无敌了 这个人若是成为大能 曹德能够挡住吗 因为 眼前所见 让许多人都感觉压抑 有些呼吸难受 那片血色与黑暗闪电中的身影 实在可怕 有些像是魔神 楚风的一些故人 此时也都神色凝重 有些担心 怕这个魔性般的强者 弃吞天地 勇猛无敌 硬小小带眉微醋 露出忧色 他着实有些害怕 现在怀疑看到了当年那个人 如果被五疯子一脉的小疯子击伤 甚至是收割生命 他不敢想象了 有些恐惧 毕竟 这不是小阴间 这是大阳间 人才辈出 高手无数 他真的有些忐忑 主要是关心则乱 硬无敌呲牙 脸色不是多好看 因为他的手臂 又被自己妹妹给掐成青紫色 我有些紧张 硬小小小声道 硬折先也轻语 道 五疯子一戏都有人出事了 而且站在詹州一方 世道僵乱 而这一脉恋成七死身后 从来都是所向无敌 横推对手 远处 少年蟒牛瞪圆了同龄大眼 骑坐在他父亲的脖子上 喷子喷白烟 在对雷杰中的强者运攻 另一方 周西也在皱眉 密切关注着战场 这次 不会真的出事吧 雍州阵营这里 一些人也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 主要是五疯子名气太大了 离达不出 谁与争风 史前时代 几个神话中的神话级生物 自从消失与寂灭明山大川中后 还有谁可以对抗武疯子 虽然说 他也许多年不露身影 传闻似乎作画了 但是 这终究只是谣传 有了解内情的人知道 他多半还活着 他这一脉 练妻死身的人出来了 绝对需要各方深思 有些可不 这一戏的人一向霸道而无敌 轰隆隆 大天劫害人 黑暗雷海倾泻 血色电光滑破天雨 越发地吓人 在那雷光中 有一个身材高大的少年 赤裸着上半身 古铜色的肌体很强健 筋肉凸起 像是缠绕着一条又一条小龙 形似地狱归来的先天神魔 十分赦人 他披散着一头浓密的黑发 满身是血 顽强的抗击雷结 偶尔回头 透过发丝 透过电光 露出一双可怕的毛子 像是野兽般 让人生畏 他就视力沉天 一个魔性冷血少年 强大的离谱 让同代的许多人绝望 面对这种天洁 他自身也不好受 通体伤口 甚至有些地方都被击穿了 血淋零 而后又焦黑 露出骨骼 但是 他无比坚韧 意志坚定 桀骜难逊 低吼着 在苦熬天结 我御图大胜 曹德 不过是我修行路上的一堆枯骨 他在嘶吼 承受着苦难 对抗有可能是史书中记载的绝世天结 劈头散发间 谋战冷电 杀气澎湃 他在激励自身 明确是曹德为无物 只是他进化路上的风景 是一堆死物 许多人顿时都望向曹德那里 想看他什么反应 楚风很平静 没有说什么 让各方都一正 不过很快人们释然 显然曹德也感受到了压力 再严肃一败 终于 雍州阵营近前的人 看到楚风有所表示 他在跟齐荣天尊说话 这是要做什么 很快 附近的人听到了 他在借母精兵器 一时间 雍州阵营一方 人们都皱眉 曹德这是没有把握 想寻找趁手的最强兵器吗 楚风道 天尊兵器 就是给我也催动不了 我是想问 齐前辈身上有母精材料吗 我想研究一下 能否融化炼器 何一 都什么关头了 他还想研究母精 还要亲自炼器 人们不解 母精太息真 便是天尊也不可能 都有这种材料 齐荣天尊摇了摇头 可是发现曹德很想借去 便去问其他人 你要做什么 宇尚天尊暗中问道 他身上也没有 楚风对他很尊敬 暗中简单说了几句 这让宇尚天尊瞳孔微缩 没有再开口 齐荣天尊真的找回来三块母精 都不大 但是很沉重 是从远处那片混沌雾矮区域中寻来的 毫无疑问 那里有真正的大人物 有老祖籍存在 其中就包括老猴子等人 这母精 是从九头鸟族的老祖那里 借来的 只有他随身带着 可见该族底蕴之强 九头鸟族的 楚风一脸嫌弃的样子 随后更是带上护臂 以及用金属密甲覆盖双手 这才结过三块 都有拳头那么大的母精 许多人无言 这是什么态度 对九头鸟族厌恶到这种程度了吗 居然都不亲手接触 事实上 楚风是不想将自身的气息 沾染在上面 不过 九头鸟族的神王赤锋在这里 见到这一幕后 肺都要气冒白烟了 真是岂有此理 他杀鸡毕露 远方 詹州与贺州两大阵营内 一片嘈杂声 刚才五疯子一戏的传人 历成天那样冷酷地开口 折辱曹德 他居然都没有回应 让两大阵营的进化者 一片热议 看来曹德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被人威胁生死后 居然都没有轻易表态 他多半也是心中没底 也不看一看那是谁 五疯子一脉修炼七死身的人 绝对是传说级的强者 成为大圣后 将会让同代人惊悚 哪个不服 哪个是其对手 即便同为大圣 也难以匹敌七死身 人们在谈论 越发对立成天看好 认为他不久后 绝对要震撼三方战场 会横推一切敌 恍惚间 人们已经看到 一位霸主的崛起 注定要镇压 世间一切敌 轰隆 这一刻 闪电越发得可怕了 茫茫一片 如同血海翻涌 赤色闪电交织 惊涛拍天 而这时 历成天也遭遇了最大的危机 肚瓷大劫九死一生 他不可能无恙地熬过去 此时他负伤很重 满身都是血 艰难无比 身体都要被撕裂了 在这种关头 他突然身体拒震 并且爆出一句 让人惊掉下巴的粗话 哎呦我擦 他一个亮枪 战力不稳 直接摔飞了出去 大口可血 满身的伤口 都几乎崩裂开来 众人吃惊 这是什么情况 他被雷劫中疮 要发生意外吗 然而 在那雷光中 五疯子一戏的传人历成天 却是恼怒 暴虐无比 砰得翻起身来 对抗天节时 眼眸似冷电斑 朝着雍州阵营望来 你竟敢袭杀我 他怒不可遏 有些焦躁 他在对抗大天节 结果那可耻的曹德 居然偷袭他 当听到这种话语 其他人也都发呆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曹德 曹大圣 竟干出这种事情来 唯有雍州阵营 楚风附近的人露出古怪之色 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 的确是曹德大圣所为 都一阵无语 你算什么东西 张嘴就击毙我 闭嘴就要图大圣 小爷这是在教育你 让你明白话不能乱说 说错了就给你一板砖 楚风开口 在那里掂量着手中的母精块 刚才便是砸出去 类似的一大块 所有人都无言 彻底明白了 他要母精材料做什么 为了不被雷光击毁 而当板砖砸人用 五疯子一脉的传人 历成天顿时大怒 对抗生死雷劫时 他含声道 曹德你怕了吗 我要与你决战 是在不久后 而不是现在 他在质问 声音如同雷声般激荡 楚风不屑 你说要与我决战就决战 你算什么东西 现在还不过是个亚圣而已 便一而再地口出狂言 现在本大圣在叫你怎么做人 这风格太诡异了 也太另类了 众人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多 再吃我一板砖 在这一刻 楚风果断又下手了 事实上在他喊话前 就已经提前将一块很沉重的母精砸出去了 正在面对生死天节的历成天 早已很虚弱 身体都要撕裂了 有些部位都露出骨头 自然难以有效 躲避一位大圣的突然一击 他一声闷哼后 又翻了出去 摔得自身剧痛无比 主要是自身倒下后 雷光如潮 将他给淹没了 给予更可怕的重创 你 他真是大怒了 你什么你 小爷在教你做人 在没成大圣之前 你最好给我闭嘴 老实安分一些 屡次挑衅我 张口就要格杀 闭嘴就是踏脚时 与金花路上的一堆枯骨 你一个小破亚圣 说谁呢 哪个给你的胆子 这么不尊重一位大圣 你找死呢 还是找死呢 楚风斥责 一顿乱拍 让众人无言 也让立沉添怒法冲冠 但是却有些发作不得 他还真怕再被来一下 那自身渡截就危险了 说起来那是板砖 事实上那可是母精 而且是一位大圣砸出来的 若非有天结阻挡 无限削弱了母精的力度 估摸着足以将亚圣领域的一切敌 都砸得爆碎 所有人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仔细想象 曹德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屡次被人威胁与动和生命 换谁也都不痛快 更何况是这位风格 另类的曹德大圣 不过 有些熟人却是在暗中滋涯 比如猴子 虽然在躺在那里不能起来 但还是想说 不如此不曹德 至于龙大羽 也是看得很无言 他也想说 比起让他背黑锅的无边祸事 这还算很温和了 这孙子就是个黑祸 而少年莽牛则很想说 太像了 他越发确信 这应该真是那位故人 如此风采 从未被超越 哎呦我操 雷光中 历尘天又一声怒吼 忍无可忍 他再次挨了一板砖 他很想说 老子都闭嘴了 没有再开口 你为什么还要下黑手 这一刻 对面阵营的高层看不下去了 直接暗中传音 其容天尊 让他必须阻止 这成何体统 事实上 天尊级强者 也是看到历尘天还能坚持 死不了 所以早先没有干预 但是让他们无语的是 曹德左一板砖右一板砖 还砸上瘾了 推不后道 不知道收手 楚风开口 道 你的确闭嘴了 但是 还没有赔礼道歉 算了 我也不要虚的 你干脆赔偿我吧 顿时 三方战场上 人们全都风中凌乱 原本这里很压抑 是一片带着肃杀气息的战场 毕竟两位大圣即将发生大碰撞 气氛无比的紧张与可怕 谁知 曹德大圣的风格这么的 清奇 一转眼间的功夫 他就改变了那种 让人窒息的氛围 就没见过这样的大圣 便是雍州这边 许多对曹德崇拜的少年 也都感觉一阵幻灭 心中的大圣形象有些崩塌 快点 赔偿我 你渡劫 我也顺便打个劫 曹德催促 让所有人都目瞪口袋 这风采 也没谁了 第1254章 光辉灿烂 许多人偏头 看身边的人 彼此小声询问 确信自己没有听错 以为大圣要打劫 所有人都瞠目结舌 这风格太诡异 大圣 传说中的生物 正常情况下 多少万年都不见得能出一位 在人们的心目中 这是神话生物的代称 许多人都寄予各种美好的愿望 想象中的样子 应该是光明伟岸的 天资横溢 风采绝世才对 然而现在 曹德大圣也的确绝世了 但是 却狠些形象崩塌 翻遍史书 就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圣 一些少年强者全都无语 有些眼韵 甚至某种信念都在塌陷 这就是 进化者中的无敌大圣 我警告你 立即赔偿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不你要知道 我曹德让你三更死 谁敢留你到五更 赤裸裸的威胁与恫 而且 他落胳膊挽袖子 向前逼去 接近那片雷海 凭什么 厉晨天真是被气得不轻 已经被下黑手 挨了三板砖 结果还要被勒索 被敲诈 要进行赔偿 他的肺都要焚烧了 怒气腾腾 真希望天杰立刻结束 他好去击杀曹德 就凭我是曹大圣 而你一个小破亚圣 不自量力地敢挑衅我 活腻了吧 想活命的话 就赶紧赔偿 楚风呵斥 神色很严肃 而且直接开架 要母精快 他砸出的那么大块 随便来两块 真当母精是大白菜啊 张嘴就要两大块 当众打劫 让厉晨天情何以堪 他自然一口拒绝 明确告知 没有 你是五疯子一戏的传人 师门这么穷吗 现在不交出来 想死吧 楚风不相信 一副不给母精 就干掉他的凶恶样子 曹德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你是大圣 代表着神话及生物 可现在却恫吓我 无耻地勒索 你还有大圣的风采吗 吴秀与你为伍 太无耻了 厉晨天满腔怒气喷勃 他赤裸着上半身 古铜色的机体全面开裂 伤口密密麻麻 此时 他很恼怒 也很冷酷 带着野性光辉的双目 隔着雷光死死地盯着楚风 恨不得立刻宰了此人 同时 他也带着不屑之色 感觉有这种大圣存在世间 实在是可耻 在玷污这个神话级的称谓 一些年轻人心有七七烟 真是感觉到心中的 某种美好憧憬被打碎了 大圣啊 居然是这种清奇风格 你懂什么 你是大圣吗 你还是个小破亚圣 懂什么大圣气域 真实的大圣风采 就如我这般 绝世无双 我再警告你一次 不交出母金买命 或者不以经文赎罪 信不信 我现在就灭你 楚风开口 接近雷霆区域 一番严厉恫吓与威胁 让对方赔偿 不然的话 就要下死手了 人们无言 这真是鬼怪 过了 齐荣天尊开口 不得不阻止楚风 因为对方阵营的天尊 都在警告他了 不能这么不讲究 其实 雍州阵营一些高层 也是有些尴尬 原本还想树立个光辉典型呢 结果曹的这种姿态 有点让人眼前发黑 楚风不服 说是这历陈天 羞辱大圣在先 没有赔偿 还不赔礼道歉 实在说不过去 就如同有人当众 羞辱对面的天尊般 这能行吗 估计对面的前辈 肯定忍不住 直接一巴掌拍死 楚风举例 然后他又道 说自己脾气好 不跟厉陈天计较 要点母精 就算接过去了 许多人翻白眼 好脾气还下黑手 拿母精砖砸人 现在还死气白赖的要赔偿 如此大圣风采 实在是精掉一地下巴 倒也不能说他无良 总之 人们觉得很怪 他很另类 颠覆了人们心中 所想的美好与光辉的形象 听着他嘚巴堆 天尊都脸色异样 这特么哪个家族的 怎么修成大圣的 就不能体面一些吗 众人见到过他 施展终极权 有些怀疑 他不是散修 而是有可能来自 某一影视家族 最后 不是天尊先受不了他 也不是那些少年心中的 大圣风采先崩塌 而是五疯子一系的 传人历辰天 先受不了 因为 他在渡劫啊 那曹德曹恶棍 虽然被天尊警告后 没有在上前动手 可是嘴里恫吓得没完没了 对他实在是一种 干扰与折磨 这种大劫太艰难 久死一生 他不能做到心无旁骛的话 可能会死在这里 就在旁边 一个大恶棍在恫吓 不断勒索 让他实在放心不下 因为真的不敢相信 曹德的人品 这么混账的事 都能做得出来 还真怕抽不棱子 再给他来一下狠的 如果在埃义姆金砖 历辰天确信 自己可能就要完蛋了 熬不过这场大劫 给你 历辰天体内发光 飞出一雾 砸落在远处的地上 居然真的是 一块母精 其颜色古怪 一面泛黄 一面为悬色 近乎割裂的色彩凝聚在一起 泛出大道的气息 恐怖无边 玄黄母精疙瘩 有老辈人物吃惊 怎么也没有想到 在这战场上 会遇到这种母精 很纯净 也极其可怕 道则流转 玄黄母精很少见 极其稀有 这块母精不算小 成年人的拳头那么大 很沉重 将地面砸出一块大坑 这比九头鸟族老祖身上的 母精要纯精太多了 刚才被楚风 砸出去的三块母精 砸之颇多 而且 那种母精 应该算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母精 大地母精 甚至 有时候在最为严格的归类标准中 大地母精 都不被归类在母精内 像时光母精古来稀有 没出现过几块 价值最惊人 而玄黄母精 也算是较少见的 极其稀真 楚风眼睛顿时冒出绿光 嗖的一声收了起来 雷光中 历尘天带着暴虐的气息 满脸的杀意 眼神森冷 瞳孔泛出血色 他宛若 从地狱逃出来的魔神 有一股毁天灭地的阴冷寒意 他虽然什么都没有说 但是 力气很浓 他发誓杜结完毕后 要残杀曹德 收回母精 当众涂掉大圣 铸就他的无敌传说 谁都没有想到 曹德真的勒索成功 就是几位天尊都无语 不过对面阵营的天尊 脸色真的黑了 暗怪其容不讲究 理应及时制止才对 还不回来 齐荣天尊有苦说不出 他也没有想到 曹德真勒索出来了赔偿金 而且是玄黄母精 楚风顿时转身 相当地配合 顿入几方阵营 但是 在灵萧失前 他还是喊道 记住 你还差我一块母精呢 说好了 要赔偿两块的 这一刻 雍州阵营这边 许多人进化者 都感觉羞愧了 有些无言面对 詹州与贺州的进化者 大圣 在我心中的形象 崩塌了 一些少年喃喃着 实在是被曹大圣的举动 给噎住了 当众打劫 毫不脸红地敲诈 这种喜结也太奔放了 猴子都不忍直视 小声叹道 这很曹德 远处 龙大鱼也是在咬牙切齿 道 这很鸡大德 亦有小阴间的故人在感叹 这很楚风 少年蟒牛更是喊道 立天不要怂 你现在渡的是天劫雷 也再度人劫曹德 一旦双劫皆渡过 便是天人合一 注定天下大圣中无敌 这是典型的 唯恐天下不乱 给立成天添堵 恨不得他呕血 而死在雷劫中 此时的立成天发丝乱舞 眼神骇人 在他周围出现浓重的血色煞气 滚滚激荡 撕裂了天劫 他一下子强大了很多 能量暴涨 暴虐气息弥漫 让同时代的人都惊悚 感觉发毛 这简直是一尊魔主 要血洗诸天版 便是楚风也感觉到 一股刺骨的寒意 那立成天的确很强 在爆发 在对抗天节 要成为大圣了 立成天虽然什么都没有说 但是他森冷的目光 足以表现出一切 一旦他成功 将会以大圣之姿 虐杀曹德 身为五疯子一系的传人 竟被恫吓 被人勒索走 自身留着铸造兵器用的母精 他怎么能容忍 原本立成天就在蔑视曹德 想在成为大圣后 当众干掉他 是他为自己进化路上的一堆枯骨 陪衬的警务而已 现在 他的决心更重了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横扫曹德 就在这时 詹州阵营那里 有一股强大的气息激荡开来 接着一条金光大道 直接铺展到战场中心 一个男子 脚踩着这条金光大道 瞬间而至 满脸的杀意与疯狂 贺道 曹德你给我滚过来 跪着受死 这是一个很高大的年轻男子 满脸的冰寒与杀鸡 同立成天有几分相像 立成坤 他原以为 自己阵营的天尊警告后 他弟弟就无恙了 没有想到 那曹德很无耻的勒索 走他弟弟的母精 几位天尊不好意思以大蹊晓 没有再说什么 净等立成天杜劫完毕 成为大圣后跟曹德决战 但是 他受不了 也不想委屈自己 不受这口气 当即杀过来了 他是映照层次的进化者 实力害人 因为他是五疯子一系的传人 立成天的亲兄长过来了 点名曹德 让他滚过去 立刻交出母精 不然别怪他不客气 楚风陈生道 你弟弟都觉得自己错了 送我母精赔罪 你装什么大半算 凭什么要我归还 还以言语羞辱我 自己爬过来赔罪 不要让我再说第二遍 立成坤 韩生道 整片战场都有些安静了 人们都露出一色 五疯子一系的传人果然霸道 让曹德匍匐过去赔罪 当真不愧是那一脉的人 若是其他家族 其他道统 哪个敢跑到雍州阵营前来 这样要人 这天下间 多半也只有五疯子一脉 无所顾忌 肆无忌惮 有种你再说一句试试看 楚风寒生道 爬过来赔罪 归还玄黄母精 叩首致歉 立成坤长发飞舞 双目射出冰冷的光束 杀鸡浓烈无比 你算得屁 应照境界了不起啊 干掉你 楚风直接出手了 他像是一颗彗星 划过天际 横击大地 轰隆一声消失在原地 轰向战场中的立成坤 一刹那 天崩地裂般 这片地带能量光芒大爆发 飞沙走石 符文密集 规则碎片纠缠 仅向害人 隐约间 鬼哭神嚎 天地飘显 意向太吓人 噗 血液绽放 楚风退后 右手中抓着一条手臂 血淋淋 有些恐怖 一时间 四野鸦雀无声 这是何等辉煌的战绩 那是映照层次的高手啊 是五疯子一脉的传人 竟被曹德撕裂下了一条手臂 这种战绩称的上京是 曹德大圣干翻五疯子一脉的映照及高手 五疯子一脉 不过如此 楚风开口 早先觉得 大圣形象崩塌的无数少年男女天才 现在都震撼了 心中涌起一股难言的豪情 热血激荡 与之共鸣 感觉曹大圣又光辉灿烂起来 第1255章 凤凰气血 一条手臂血淋淋 被曹大圣拎在手中 这种景象实在有些涉人 厉承坤身体绷紧 半边身子都血淋淋 他死死地盯着对面的曹德 他竟然失去一条手臂 被人跨境界杀伤 他是映照层次的进化者 而且出自五疯子一脉 竟被人这样中创 这简直是灾难性的后果 他肉身破损的厉害 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打击 他难以接受 自古至今 五疯子一脉所向披靡 从来都是他们以下克上 以弱机强 可是今天却全都反过来了 碰 楚风将那条手臂丢在地上 道 你让谁爬过去赔罪 我看 还你是过来吧 厉沉坤脸色正清正白 这时候断臂之痛 都算不得什么了 他脸皮火辣辣的痛 像是在被灼烧般 这种感受难以言表 如同被人当众打了几击大耳光 四野哗然 终于打破安静 人们热论起来 一片宣废 应召及强者败了 五疯子一脉的神话被人抵住 这次没有能摧枯拉朽 镇压世间敌 反过来 曹大胜占尽优势 此时 雍州这边许多人都在喊叫 曹德大胜无敌 这是一群少年天才的宣吵声 像是山红汹涌 隆隆震耳 在这片长空下激荡 这可真是惊人的战节 大胜是神话级生物 我相信 可罚一般应召 但是能杀伤五疯子一脉的 应召及净化者 这就有点可怕了 贺州与湛州那边 许多人都露出金融 为曹德的战礼而惊 在他们看来 丽家兄弟 应该都是 练了七死生的怪物 不说同境界中 天下无敌 也快差不多了吧 而高一个境界的丽晨坤 却直接被击断左臂 这就显得有些可怕了 轰隆 天空中 黑色雷海大爆炸 血色闪电划破苍羽 丽晨天在嘶吼 像是一个逃出地府的恶灵 满头发丝披散 身体干枯 血液都凝固了 你伤我兄长 我灭一族 他以含混不清的语音 在雷声中发誓 瞳孔带着血光 力气滔天 自从他败入五疯子一戏 从来都是他杀伐别人 看着其他人的悲欢离合 自身像是一个超脱者 而现在 他又一次体会到了 自身也不过是 红尘一白露的感觉 还没到足够超然的地步 照样有人敢杀其兄长亲人 他现在之所以被人惧怕 不过是仰仗五疯子一戏的 无上荣光 我自身也是最强的 我要涂大上 他仰天咆哮 血光绽放 璀璨光幕笼罩全身 发下泄氏 当然 这种话语 也只有他自己能听清 不然的话 楚风要是听到 不介意上来找他好好聊一聊 后半生怎么度过 是否就此终结 虽然会被詹舟的高层阻挡 但依照楚风的性格 绝对不会任他恫吓 任他怨毒相对 必要怀疑颜色 力成坤不是不强 他自问在同层次中 称得上超绝 而刚才两人激烈碰撞了数百次 动用了各种杀势 但最后一击他 还是失利了 被曹德折断一臂 两人交手的过程太凶险 虽然短暂 但是能量光芒刺眼 不断发生大爆炸 那是因为激烈碰撞所致 都动用了最强手段 谁若是稍有失误 都会陷入死境中 万劫不复 奈何 最后是他稍微慢了一拍 所以被曹德撕下去一条手臂 再慢一步的话 他就可能会就被劈掉半片身子 凤凰气血 焚育炼身 力成坤在低后 事实上 自从失利后 他就开始这么做了 而现在 不过是进行最后一个仪式 他要修补伤体 他不服 他不甘心败给一个少年 他要扼杀曹德 血债血还 在力成坤的体外 血雨晶莹 围绕着他旋转 非常的诡异 而后伴着宏大的声音 如同山崩海啸 血雨旋转 每一滴都是那么的仙红晶莹 形成风暴 最后在那暴风眼中 发出凤鸣声 有什么生物在涅槃 可以看到 所有仙红欲滴的血珠子 都在眼斩 化成凤凰凌羽的样子 而后焚烧起来 围绕着力成坤起舞 眼看仇敌要施展秘术 有可能复原 那不是楚风的风格 事实上 他早就动手了 拎着一根狼牙大棒 不断轰击 关键时刻 力成坤寄出 一页奇异的纸张 像是从某部经书上撕下来的 它呈枯黄色 年代久远 上面承载着密密麻麻的文字 此时 这泛黄的纸张发光 神艳滔天 各种文字都脱离这张黄纸 浮现在虚空中 守护力成坤涅槃 楚风瞳孔收缩 这纸张似曾相识 跟老谷他们去采摘血脉果实 那位三转绝王层 布置有奇异经书 显化五风子虚影 不过 眼前的纸张 远远比不上那种经书 应该差了许多层次 这也足够了 能够庇护力成坤涅槃 不被人打扰 在采摘血脉果实 三转绝王带着经书 简直无所不能 可抵住岛屿上的各种规则 能撼动天地大盗 轰隆 楚风轰击这片光幕 那片文字神光 被砸得剧烈颤抖 摇晃不已 在这片文字化成的光焰中 力成坤满身战衣化成灰烬 断壁那里躺落的血液 化成鲜红的雨 不断焚烧 围绕着它旋转 这就是凤凰气血 焚雨练身 到了后来 它的断壁生长 自身气息再次强大起来 瞬间复原了 阳间 大到镇压 哪怕是应照者 都难以断体再生 需要寻找到 合适的大药才行 而力成天却做到了 所有这一切 都是因为它掌握了一种秘法 来自古皇族的绝密心经 远处 一些老辈高层人物动容 因为他们想到了一桩公案 与凤凰族有密切关系的 一个古皇朝被灭掉了 那一意太惨烈 凤凰古皇朝 几乎被扫灭得干净 除了隐世的凤凰岛外 那个皇朝被人几乎灭绝 当初 所有人都震撼无比 这是何人所为 单知的不死鸟 原本就强得离谱 况且是一个皇朝 很难想象 谁有那种能力 除非是横族 离族等发动大战 但是 当年可以确定 那几大族都没有出动过人马 现在看来 有可能是五疯子一些 这就有点吓人了 五疯子一定还活着 不然的话 这一戏哪里敢如此大动干戈 血洗凤凰皇皇朝 同时 现场有天尊做出联想 史前曾有传言 五疯子再练一种 无比恐怖无敌的古玄弓 需要各族的一些 无上秘点印证 从而参悟那种古玄弓 这么看来 凤凰族的古皇朝被灭 可能是五疯子 练功到了关键时期 需要不死鸟族的 绝密心惊为辅 如果是别的族群这么做 人们一定会说 他们疯了 但如果是五疯子做的 人们便只能到吸冷气 这一刻 所有老辈人物 都感觉到 一股刺骨的寒意 五疯子一戏的传人 敢当众施展 凤凰族的绝密心惊 这是否意味着 他们已经无所忌惮 根本不怕不死鸟族报复了 这样看来 五疯子多半练成 那种无敌古玄弓 不是出关了 就是即将要出关 这简直是天塌地陷的大事 五疯子若是在线人间 他会强到何等地步 当年 有黎达镇时 五疯子一脉 或许还不敢太张扬 但是现在 谁人可敌 而史前那几个神话中的 神话级生物 应该不是惨了 就是作画了 自从走进 名山大川无数岁月 就没有出来 将几身埋葬 现在看的话 天地间 还有人可挡五疯子 第1256章 玉图大胜我们的霸主 应该可以吧 雍州一方 有人不确定地说道 可以 一位老天尊 神色凝重地点头 但是 他却也心中打鼓 无法真正肯定 眼下不过是为了安抚 我师族已经出关 天下难逢对手 即便五疯子出世 他也可以镇压 这时 一位老者突兀的出现 竟是雍州霸主的徒孙 浩元 当初在通天仙铺那里出现过 而东圣神州出世的九峭神胎 大空 最后也是被浩元带走 被他收为弟子 浩元突然出现 让人吃惊 他虽然这样说 但是人们依旧心中不安 总觉得不稳妥 毕竟那是五疯子 这个少年不错 回头再看一看 如果可以的话 我打算带走 将他送给师祖看一看 浩元开口 盯着战场中的曹德 露出一色 人们闻言后 心中大受震动 带曹德去见雍州的霸主 这简直是一步登天 能够得见阳间最强生灵 实在是不可想象的大造化 与大机缘 若是被那位霸主看中 受为弟子徒孙 赐予传承与天药 给予造化经文等 或许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崛起 然而 六尔弥猴族的老猴子 却是一领 嘴角微微抽动 他眯缝着眼睛没有说话 其实 其他几位天尊 也都眼露一光 包括九头鸟族的老祖 亦如是 战场中 楚风用狼牙大棒 将那些文字光焰击散了 那叶范黄的纸张 也是炸开 成为一片流光与积粪 历程坤脸色阴冷 虽然不想承认 但是他明白 如果没有这保命纸张 他就被人干扰了涅槃进城 必然败亡 师门抵月 也是一种力量 他这样开口 安慰自己 轰的一声 然后他再也不说话 向着楚风扑杀过去 展开最后的决战 他要击毙这个少年 洗刷耻辱 一声轻斥 历程坤周身赤红 体外铿锵作响 击射出一道又一道赤红色神炼 宛若要洞穿虚空 这景象有些可怖 仔细看 那是凤凰凌羽 这是什么状况 许多人都吃惊 轰隆 火光滔天 焚烧苍羽 他的气息暴涨 更为强大了 在火光中 在烈焰中 他体外如同赤红金属链条般的 灵语交织 密密麻麻 向前扑杀过来 那是秩序 那是规则碎片 这一刻 他竟化成一头不死鸟 跟楚风决一死战 这是凤凰族的秘点绝学 凤舞九天 就是天尊都动容 不是为力尘坤而经 而是为这种招式 居然在映照着手中再现 轰隆 楚风向前冲去 无所畏惧 一点也不信邪 轮动狼牙大棒就砸 震动天地 能量像是骇浪般掀起 两者间撞在一起 各种凤凰凌羽炸开 化成滔天的神雁 凝聚成火黄 向着楚风再次俯冲 在痴痴声中 两人像是两道光在移动 楚风张嘴尖 喷出一道又一道雷霆 化身成雷神 冲击火光 一种古怪的呼吸节奏出现 历程坤呼吸时 浑身冒火 而后自身都变形了 真的像不死鸟转变 他不是五蜂子一系的传人吗 怎么会变成凤凰 难道是不死鸟 便是楚风多露出金融 五蜂子一脉太强大了 当年破灭不少大教 收录了一些不实功法 这些自然也算是 五蜂子一脉的传承了 有人便选择这样的呼吸法 而非五蜂子独有的经文 有天尊开口 主要是五蜂子 当年收缴的秘点不少 都是阳间最顶级的经文 他教弟子门徒的话 可选择得太多了 轰隆 历程坤化成一只不死鸟 血液在沸腾 在焚烧 如同一道血色的闪电 纵横于天地间 不断俯冲过来 轰杀向楚风 他在拼命 要击杀楚风 一刻都不想耽搁 他是应召极强者 怎能落于下风 可是现实很残酷 楚风周身符号流转 施展出了杀手锏 自身呼吸法运转间 他宛若极尽升华 整个人凝聚成一道电光 周围的地面磁场震动 腾起无尽的悬磁光 轰隆 这是闪电拳与场域的一次结合 电磁能量澎湃 扭曲空间 而后又一下子 就禁锢了高天 封锁虚空 砰的一声 那正在俯冲下来的历程坤 瞬间便身形凝固了 被钉在那里 被电磁能量镇压 这片战场是曾经的第四境地 有太多的特殊地势 适合不下场域 但是楚风不好过于暴露 只能顺势而为 他动用闪电拳 看似是无意间勾动了地磁 造成这种景象 如果让他放开手脚 将场域利用起来 他在这片地带的战里 将会非常可怖 但是有些东西 有些底牌 当着天尊的面 不好施展 容易暴露自身跟角 这一次的意外 电磁能量倾泻 禁地内蕴的光束 被勾动出来 简直不可想象 轰隆一声 被禁锢在虚空中的 历程天焚烧 自身所有淋雨都炸开了 化成灰烬 接着 他惨嚎着 受伤极重 有些部位都焦黑了 从未听说 有不死鸟会烧死自己的 但现在 他却体验到了这种苦难 关键在于 他不是真正的凤凰血脉 他在动用凤凰族的呼吸法 这一刻被电磁光覆盖 被全面侵蚀 从而遭遇反噬 碰 楚风月起 凌空一脚踢在 历程坤的身上 让他半边身子炸开 若非关键时刻 他艰难地挣脱 能够动弹了 那么整个人就炸开了 嗖的一声 他俯冲下去 降落在地面 满身是血 受伤太重了 眼看活不成了 五疯子一脉的传人 居然没有练七死身 而是选择其他族的功法 看来你也不怎么样吧 楚风开口 认为他 绝对远不比上齐地利沉天 不然的话 应该练七死身才对 曹德 你给我住手 远处 雷霆中 利沉天嘶吼 面目森然 满身是血 雷结快过去了 他的气息在暴涨 你让我住手 我就住手 再给我扎火 先干掉你 楚风说话间 掌心出现一道闪电长矛 而后猛然向着雷结中 投掷过去 扑 这道粗大的闪电矛 尽管蕴含着楚风的 许多秩序符文 可惜 还是在半途中炸开了 被暗中的人锁阻 不容许他伤道度 接到最后一步的利沉天 楚风没有再出手 一步迈出来到了 利沉坤的境前 再一次击杀他 利沉坤艰难移动 不断横移躯体 但是现在 就剩下半边身子了 自身生命之火摇曳 随时要熄灭 哪里还能逃脱 楚风跃起 右腿横扫出去 喷一声 利沉坤下半截身体炸开 接着 楚风手持狼牙棒 向前击去 轰的一声 利沉坤解体 当场化成一团血舞 形神俱灭 许多人都看傻眼 那可是五疯子一戏的人 他说杀 就被杀了 当真是无所畏惧 出声牛犊 什么都不怕 三方战场 人们震撼 很多人都猜测到 五疯子必然活着 可是 有人依旧这么的肆无忌惮 杀起后辈传人 曹德 你会生不如死 天劫中 利沉坤疯狂 眼睛赤红 在那里嘶吼 他肚结快结束了 楚风没有理会 他知道 现在出手也会被人阻止 他开始调息 对方想涂掉他 这位大圣 他何尝不想干掉 五疯子一脉的大圣 终于 那雷声渐渐变小 天地间结晕散去 闪电逐渐消失了 大圣天结结束 利沉坤披头散发 神采很高 在那里咆哮 在那里嘀吼 吞吐天地精气 他在运转五疯子的不传之秘 是一种特有的呼吸法 一时间 他的干枯的血肉 以肉眼可见的速速骨胀起来 重新焕发骨铜光泽 生机喷勃 同时 他的眼神越来越亮 越来越可怕 像是两盏金灯 伴着丝丝缕的血光 如同一头野兽 在那里盯着楚风 不过 他没有莽撞的出手 到了后来 反倒盘坐下来 闭上了眸子 用心去体悟 去参悟什么 一时间 他的体外浮现各种规则碎片 那是曾经的积淀 他破入大圣境界后 再不断锤炼自身 到了后来 利沉天更是取出一个特殊的罐子 从当中拿出一株药草 瞬间香气弥漫到了战场上 许多人吃惊 这绝对是一株不可想象的大药 楚风有种冲动 干脆洗劫他算了 这种药草 让利沉天服侍下去 有些浪费 早已下决定决心击杀他 可惜 没有办法付诸行动 詹舟那边不允许他这么做 利沉天几口 就吞下那株药草 浑身发光 那药草居然像是秩序所化 一时间 让他的血肉中 符纹密布 光滑耀天 果然是类似于 绒道草般的灵物 有人低语 虽然不见得有绒道草 那么强的药效 但这是一整株 全部被一个人吸收 效果足够了 利沉天难得地安静了 他很沉地住气 没有被仇恨蒙蔽双眼 竟心悟道 让大圣境界圆融 他积累足够多了 五丰子一系收藏的典籍 可谓海量 关于自己的道路怎么走 他早已推演好了 他所欠缺的 就是杜结 以及量能的积累 现在一切水到渠成 回思前人 留下的那些手闸 那些感悟等 他现在实力不断增长 如同山海激荡 自身越发地璀璨 整整一天一夜 利沉天才起身 所有光芒都收敛在体内 他一步迈出 点指楚风 道 你想怎么死 等了这么长时间 其他神王 应召集的赌战都结束了 只差这片区域 但是九成的人都没有离开 全都在关注这即将爆发的一战 人们不惜等了这么长时间 就是想要看大圣 对决大圣的最终结果 楚风冷声道 你哥哥也曾对我不敬 言语上羞辱 但是 他死了 就在我的脚下 一捧烂土而已 我欲图大圣 利沉天同野兽般嚎叫 声音森冷 道 曹得你的确很强 但是 我们这一脉 就是专为图大圣 灭神话生物而存在 遇上我是你 不幸的开始 你将陪我一段路程 磨礼我的权益 用你的血液 洗礼我的玄弓 利沉天像是一道 黑色的闪电俯冲了过来 并且 他的身体一分为七 从四面八方进攻楚风 这种变故 别说楚风 就是其他老辈人物 都大吃一惊 每一道身影 似乎蕴含着毁灭之力 跟真身一模一样 七位大圣啊 简直是无解 人们虽然听闻过 五疯子的可怕 但是不知道 他的终极杀手锏 因为见到他的人 几乎都死了 现在 利沉天上来 就是这种无敌绝学 让人寒毛倒数 第1257章 神话大圣决战 大圣 世间难见 可谓神话生物 诸圣中无敌 然而 楚风却在一瞬间 面要对七位大圣 即将被围攻 被七道雄剑的身影困住 形势险恶到极点 七道身影身材都很高 同利沉天一模一样 也都赤裸着上半身 古铜色肌肤 发出金银光泽 魔驱射人 他们乱发飞散 眼神如剑芒 同时杀到境前 速度都太快了 像是七位魔王 从那地狱中正拖出来 杀到阳间 每一个人都气贯长虹 血气冲销 古铜色肌体太强韧了 各自攻向楚风的要害 最为可怕的是 他们都持着兵器 正中的那个利沉天 手持一柄黑色的魔刀 刀气暴涨 长达也不知道多少杖 由若切开了虚空 恨不得一念间 将楚风立辟 另一侧 那身材高大的利沉天 手持低血的长矛 兵器也是黑色的 带着魔性 劈头散发 大吼着 刺向楚风的胸膛 一时间 毛风扭曲虚空 能量击射 比之成百上千道剑芒 融合在一起还可怕 在长矛那里 光芒大爆炸 映照的天地通明 太刺目了 无比害人 在另一边 又一个上半截 身体赤裸的利天 手持一杆天歌 血量锋刃划过虚空 发出规则碎片 碰撞的轰鸣声 七道身影 像是黑色的闪电 带着火山喷涌般的能量 镇压这方乾坤 七道可怕的魔区 一同冲击到境前 同时击杀手锏 三方战场上 许多人都感觉要窒息 气氛都压抑到极致 整片区域都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紧张地注视战场 这就是大胜战 在这一瞬间爆发 那是绝杀 曹德如何抗衡 毕竟 七位同级数的大胜齐出 震杀他一人 轰的一声 战场中心震耳欲聋 一道钟声 伴着刺目的中波涟漪在激荡 楚风周身 都被黄金大中遮盖 在这关键时刻 楚风没得选择 对方居然一声化气 这样的进攻太诡异于猛烈了 超出他的预料 楚风眼底深处 有惊瑕闪过 曾暗中动用火眼金睛 看出七道身影 都跟真身一般无二 没有虚影 全都战斗力爆棚 结实大胜 这就有些可怕了 若有虚幻肢体 他还能施展其他手段 也能突破出去 而眼下只能硬抗 空间被封锁了 最主要也是因为 历程天的速度太快了 七道身影同出 居然都是黑色的电光 像是几道闪电 突然从他的身体中冲出 刹那而至 楚风的身体外 浮现黄金大中的刹那 七位大圣就杀到 黑色魔刀 低血的长矛 全都光芒耀天 轰落下来 这里发生毁灭性的大碰撞 中波震荡 虚空幻灭 涟漪激荡而出 在此过程中 沿途上的各种侵蚀 低矮的山头等 都遭受到剧烈冲击 像是被神剑扫过般 化成鸡粉的化成鸡粉 削断的削断 景象可怕 此外 还有一些圣者领域中的 进化者孟亨 全都横飞出去 大口可血 遭受了重创 因为 他们很迫切 非常渴求 想要接近一些 观看大圣的对决 他们都是圣者 想要悟透其中的秘密 如何成为大能 到底有什么奥秘 这些人都很自负 自问天赋超绝 也都想有朝一日 跨出那一步 成为神话生物中的一员 但是 现实很残酷 他们自认为 拉开了足够安全的距离 可是现在依旧受伤了 被余波险些收割掉生命 这还只是中波而已 是楚风的被动反击 金色连衣向外扩散 扫平一切 就不要说 另外七位大圣的进攻了 还好这七人一致对内 各种兵器 结轰在大中上 顿时响声震天 黄金大中炸开了 碎片飞射 宛若割裂了长空 扭曲了乾坤 这是楚风以能量 混合秩序福温所化 头一次被人这样轰爆 进攻者太凶猛了 问世间 七位大圣联手齐功 圣者领域中有几人可挡 楚风一声闷哼 周身血气暴涨 光芒刺目 那是他特有的人王血气 混合着的能量在暴涨 撑开人王领域 他在阻挡七把致命的武器 激烈的碰撞 力尘天速度极快 黑色魔刀似割裂了长空 滴血的神毛光芒 如同太阳焚烧 挤压满天地 七位大圣一起出手 攻入楚风的圣域中 这可不是寻常的圣域 暗中有人王特殊的能量加持 而且是大圣域 轰隆 即便如此 楚风也是气血翻腾 他有些心惊 这跟想象中的不一样 五疯子一脉的七死身 这么强横吗 实在出乎他的预料 这样七尊神话生物其出 谁能挡住 简直是要杀遍世间无对手 不过 楚风在这关键时刻 依旧是硬汉的几迹 掂量他们的是否真的 都与真身无异 这里如同天崩地裂般 一时间 鬼哭神嚎 血雨倾泻 两人将各种异象都打出来了 狂杀飞舞 巨石翻滚 飞上高天 整片地带都如同陷入地狱般 能量肆虐 景象极其可怕 楚风的后背 都有些冒寒气 这种打法也太吃亏了 长时间下去他 或许真要被干掉 轰隆 当他再次凝聚出一口能量大中后 结果又一次被打成碎片 在原地炸开 我就不信 都如同真身一般无二 楚风轰的一声撞进地下 结果七位大胜也都轰杀进去 跟着追杀 各种兵器飞舞 轰穿一切阻挡 这还是楚风进入阳间后 第一次在同层次的对决中 感觉如此棘手 陷入危局中 自他出事以来 一向是摧枯拉朽 横推对手 现在居然遇上这样一个变态 让他都感觉有些头大 七位大胜的追杀 这不可是说说而已 横扫各种阻挡 无坚不摧 真的是所向披靡 强如楚风也凛然 他眼神幽碎 在这地下中发狂 竭尽所能的对抗 而且他在 有意激发特殊的地势 勾动场域的能量 哄 电磁光倾泻 从地底深处爆发上来 扭曲了空间 禁锢这片区域 刷 关键时刻 七死神扭曲 七位大胜一起咆哮 乱发飞扬 他们合力在一起 竟撕开电磁能量光幕 冲出地表 顿时乱世穿云 烟尘滔天 楚风跟着杀了出来 剧烈喘息 呼吸法运转中 他的体外腾起阵阵白雾 而后他几倍攻起 如一头人形凶兽嗖的一声冲出去 追杀历陈天 因为 他已然知道 对方化为七大胜的状态 不能持久 在铿锵声中 历陈天的身上 覆盖上了一层黑色的甲胄 将自己护得严严实实 没有再现七大胜 楚风越发确信 急进爆发后 历陈天果然有短板 在防御几身 哄 两者尖撞在一起 像是百万火火山爆发 太恐怖了 能量冲击向高天 肆虐这片战场 各种土石像是浪涛般掀起 砰砰 但是很快 他们又分开 各自站在烟尘弥漫的大地上 卧矮散去 楚风的尖头 浮现一道可怕的伤口 血流如柱 明显是刀伤 被斜劈了一击 此外 在他的左胸部位 也有一个血洞 鲜血淋淋 带着淡淡金光 险些被刺穿 那是冰冷的毛风所致 曹德大胜负伤 让整片战场都一阵安静 人们惊悚 曹德之强 有目共睹 生情活捉了圣者领域 所有种子及高手 而现在 居然半边身的是血 可见刚才的战斗多么的激烈 也足以说明 对手之强大 谁都知道 他身上的伤势 最早先是被七位大胜围攻时 留下的 七大胜葛持兵器狩猎曹德 给他留下创伤 这是楚风第一次 在阳间的同阶队决中 受伤这么重 两道伤口都很可怖 他运转呼吸法 浑身毛孔舒张 无论是精神 还是浑身的细胞都在呼吸 整个人生机勃勃 而且 他的呼吸法是多样的 一会儿如雷霆乍响 体内神雷洗炼五脏与筋骨 一会儿又如陷入梦境 精神宛若脱离躯体 似是而非 有些像佛族的大雷因呼吸法 有些像梦古道的大梦呼吸法 随后又变 像道族的至高呼吸法 时间不长 楚风那伤口都半愈合了 血不再流淌 至于血的颜色 他已经无所谓了 战场上金色血液 黑色血液 银色血液等 见得不少了 没人太在意 海量净化者 什么血统的生灵都有 各种混血天才一不少 曹德居然负伤了 太可怕了 五疯子一脉这么恐怖吗 有人在低语 深感震惊 曹德之强 他们早已领教过 可这历尘天才出世 居然也这么的害人 当想到他的源头 那个净化领域中的史前蜂魔 一些老辈人物 强如天尊都沉默了 深感无力 像是有一座黑色的史前大山 压在灵魂上 南部詹洲 与西部鹤洲的净化者 在震撼的同时 也深感惊喜 他们期盼立成天击溃曹德 乐见曹德惨败 此时 楚风一边运转呼吸法 一边盯着立成天 毛子一眨不眨 因为他看出了对方的弱点所在 动用那七死身 显化出七位同本体一般无二的大圣 消耗实在太大了 就在他不久前 他追击时 对方喘息剧烈 身体虚弱 被他击中一掌 险些就打穿 关键时刻 立成天强提精气神 恢复到巅峰状态 跟他硬汗 而后分开 楚风盯着他 确信对方的虚弱期没有过去 不过是在强提一口气 勉强保持在巅峰领域中 而他随时准备冲过去发难 他确信 对方施展七死身 出动七大圣攻杀他用了多长时间 其虚弱期 对方高度戒备不让自己虚弱下去 但这不是长久之计 这个世间讲究平衡 立成天逆天借来七大圣之力 他必然也要承受那可怕的后果 所有人都认为 楚风吃了大亏 两者现在对峙 立成天占据绝对优势 然而就在这一刻战场有变 立成天身上的黑色甲咒 发出污光 在咔嚓声中 胸前的甲咒碎掉一大片 他在胸膛部位 那里有一个可怕的掌印 血淋淋 他不是无恙 同样负伤 在刚才七生归一的过程中 他从地下冲出来时 被楚风追击 曾经陷入虚弱状态 被楚风打了一掌 早先时 他绷着身体 众人没有发现他负伤的真相 现在随着甲咒碎裂 所有人都到吸冷气 两败俱伤 立成天也负重伤了 不让虚弱期出现 硬撑着 我看你坚持到几时 楚风开口 他一步一步向前走去 像是一个大魔神 带动其可怕的璀璨圣域 能量笼罩一方小天地 随着他迈步 这片天地都在跟着迈动 都在共鸣 他如同这个领域的主宰 恐怖无边 立成天在校 露出一嘴雪白的牙齿 双目中更是充满野性的光芒 他显得无比冷酷 也很无情 更有些暴虐 曹德 你不懂 虚弱与巅峰 对我来说区别不大 就如同虚与实 死与生 可以互转 杀你足够了 立成天冷漠地说道 透发出无边的杀意 让四周飞沙走时 阴风怒嚎 他的身体 释放出一片黑暗圣雨 曹德 此意将收给你贱命 血迹于我兄长的坟前 他再次喝道 并且身体冻了 主动决战 曾经这么跟我说话的人 坟头草都已经三尺高了 也送你上路 同你兄长去团圆 楚风轻斥 杀了过去 第1258章 妙述今天 立成天乐起 如同余月酒消上 身上的黑色甲皱 密密麻麻的金属铁片发光 射出万道光束 他的气息格外强盛 带着黑暗圣雨 像是一片天雨轻塌 发出轰鸣声 秩序碎片飞舞 规则神恋交织 景象可怕 轰的一声 他凌空一击 刺目的光芒划过整片战场 像是有一柄魔刀 要斩破虚空 这是他的右掌 能量汹涌澎湃 斩向楚风的头颅 而左手在捏拳印 掌指间形成七条真笼的形体 呼啸着 龙吟动九天 向着楚风轰去 而他的双脚 也是凌空踏来 向着楚风进攻 乌光暴涨 让整片大地 都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剧烈颤抖 楚风冷哼 同力沉天相仿 他周身金光暴涨 黄金圣玉覆盖全身 亦在第一时间冲起 像是一片金色的神海沸腾 掀起滔天的浪涛 席卷了天上地下 轰隆 楚风双手 划出道之轨迹 规则碎片浮现 晶莹绚烂 如同成片璀璨的花蕾在绽放 而后爆发毁灭之力 他硬汗力沉天 双足发光 那是神足通 绞星喷勃光芒 让他速度快如闪电 半空中 两人撞在一起 拳硬 掌刀 双腿 甚至是谋光 都是杀人戾气 他们全身的毛孔 都在喷有能量 极其炫目 两人相遇 像是一轮金色的太阳 与一轮黑日撞击 虚空轰鸣 大地颤抖 金光与乌光肆虐 淹没了此地 乱石崩云 一时间 两者激烈交手 被光芒淹没 他们快如闪电 这不仅是 权盈与秘书的对轰 还有圣域的大碰撞 一会儿黑暗吞噬了金光 一会儿又是黄金圣域 覆盖了黑暗 激烈无比 像是星河动荡 到了最后 许多人都看待了 那片地带隐约间 像是一片星河倾泻 在这里旋转 而后发生大爆炸 他们速度太快 不知道出手多少次 接连碰撞 坑枪作响 剑气 刀芒 全光呼啸着 像是撕裂了天地 激烈搏杀 碰 终于 两人都倒翻出去 身体摇晃着 摔落在地上 全都身体染血 都负伤了 楚风亚弈 擦了一把嘴角的血液 居然遇上这样一个狠茬子 超越以往所有同层次的生灵 让他都感觉非常棘手 在激烈的搏杀中 他的右胸部位 挨了一记掌刀 被剖开战衣 切开血肉 骨头都露了出来 血淋淋 若非圣域保护 若非大圣肢体 换成其他圣者 直接就要被斩为两片 而后身体暴碎 形神俱灭 而对面的厉晨天也不好受 身体摇晃 站立不稳 他的胸部凹陷 被砸下去一个坑洞 挨了楚风一拳 半边身子都是血 那一拳打中心脏 让厉晨天很难受 曾在一瞬间 浑身站立 能量几乎崩溃 此外 他的肩头挨了楚风一指 出现一个血洞 几乎前后透亮 带着乌光的血水 鼓鼓而涌 无论雍州还是詹州 亦或是贺州的一些人 都很紧张 很在意此战的结果 至于来自小阴间的一些故人 银发绝带丽人硬小小 少年蟒牛等都担心 面露忧色 唯恐楚风发生意外 给我盯紧了 什么厉晨天 什么五疯子一息的传人 管他呢 嚣张过头了 有机会的话 给我干掉他 周西有些霸道 在莫银衙 这样吩咐身边的几位老者 而后他又补充道 仔细看着 如果对方有什么阴手 特别是詹州的强者 有什么盘外招 都给我看住了 一旦有意外 横推过去 杀无射 虚弱气到了 战场中 楚风露出异色 他化成一道流光冲了过去 在他的双足下 发出刺目的光滑 催动能量 自身的速度快了数倍不止 能量炸开 人形太阳横空 此时 他的速度与能量气息是恐怖的 像是一颗太阳鞋砸出去 爆发出骇人的光滑 照亮虚空 楚风全力以赴 要轰沙力沉天 趁他虚弱气到来下杀手 生死互转 光暗互逆 虚实轮回 厉沉天冷漠的声音传来 在这一刻 他的身体外的黑暗圣域大爆发 变得刺目无比 绚烂而神圣 他的虚弱气息又一次消失了 整个人彻底变强 所谓的虚弱气彻底结束 他动用了特殊的秘法 嗯 这时 连场外的神王 天尊都露出金融 亦是道理 陈天的确熬过了虚弱气 不 是弥补了虚弱 他想到是五疯子开创的秘书 弥补了一身化为七大圣的部族 若是这样的话 岂不是天下无敌了 一个人瞬间拥有七道真身 一起出手镇压对头 谁能立敌 轰隆 两人再次交手 像是两条真龙在云朵中翻滚 又像是两只不死鸟冲销而战 在虚空中不断生死搏杀 一声刺目的雷霆爆发 楚风几乎将闪电拳提升到了极境 柔和在终极拳印中 打出了惊世一击 砰的一声 在闪电中无数银蛇乱舞 震得虚空轰鸣 厉晨天遭受重重一击 身上的甲咒直接炸开了 各种金属碎片四射 在半空中摇曳出成片的光滑 像是一片星河解体 在这片区域横过 曹德 你找死 厉晨天身上出现一个拳印 胸部那里凹陷进去 从后背突出来 但是却没有被打穿 他硬熬了下来 在低吼时 他的身体周围枪枪作响 出现一片金属长矛 足有术实感 将他围在中心 如同凤凰展开淋雨 吃吃吃 每一根神经长矛都发光 毛峰璀璨无比 同时对准了楚风那里 杀 所有长矛都有灵性 像是金蛇游动 像是闪电击射 跟着厉晨天一起向前进攻 而后又超越他的神威 轰的一声 这不像是毛峰 像是一片太古魔山镇压过来 气息太宏大了 压得虚空都要塌陷了 所有毛峰都击射神盲 那是秩序神炼 在虚空中交织 绞杀曹德 光束滔滔 毛峰附近虚空真的要炸开了 即将被刺穿 楚风凛然 身体在急速横移 而后又向上冲 但是厉晨天的速度也飞快 如同复古之躯 锁定了他 数十感长矛 接毛峰炫目 这强能量震动虚空 发出风雷声 爆发仙剑斩出般的光辉 杀伤力巨大 可以看到 楚风在躲避过程中 这些毛峰飞射出的刺目光束 将他身后战场的岩石 高地等都刺穿了 不断炸开 景象恐怖 更有一些人惨叫 想观看大圣的秘密 想踏足那个领域 这些圣者距离过境 被波及到了 一瞬间 许多人都仰头栽倒下去 哪怕以圣气阻挡 以宝顿防御 但是都被毛峰发出的光束刺透 不断有圣气炸开 那些毛峰发出的光束 是秩序神炼 绞杀一些障碍物 不少分甲咒崩碎 一些圣者站立着倒退 身上出现可怖的血洞 差点死在战场上 仓皇而走 踉距而去 哄 场中 楚风眉心发光 一片土黄色的浪涛浮现 而后在身前凝聚成一面墙壁 挡住所有毛峰 他动用了七宝妙术 这种绝学一出 自然是景象骇人 他以土属性的力量凝聚一道墙壁 禁锢所有刺在当中的毛峰 而后他挥拳 动用阴属性的能量 黑暗笼罩前方 他整个人都激荡着滔天的阴气 像是一个黑洞般 这一刻 他同力沉天如同对调了 他的黄金神光消失 整个人被黑暗笼罩 在释放七宝妙术中的 阴属性能量 而对方却是璀璨的 异常的绚丽 轰隆 无尽黑暗吞没战场 将那力沉天都给吞了进去 所有被土属性能量禁锢的长矛 全都被腐蚀 而后折断了 随着楚风挥拳 这数十杆金属长矛 全部炸开 接着他一拳向前轰去 想要干掉力沉天 显然 哪怕拥有七宝妙术也不行 而且他还没有真正炼成 如今只得到两种天地奇真物质 况且 对方来自五疯子一系 自然也有妙术 而且极有可能是阳间排名前十内的绝世篇章 五疯子一向残暴 灭族图教的事没少干 究极经文与绝世妙术都有收录 从不缺少禁忌篇章 果然 力沉天本身就在酝酿 想要对楚风下死守 此时 自然全面爆发出来 他施展一种可怕秘术 同楚风决战 一片璀璨的金光发出 随着他口诵经文 凝聚成一页纸张 在虚空中浮现 那是一片无上经文 一时间 这页纸张放大 速度太快了 给人的感觉像是 超越了世间一切速度 与时间有关的妙术 此时 战场外许多老辈人物都惊呼出声 斩千秋 力天鹤道 那金色纸张放大 像是将天地切为两片 分割为两部分 展开一切阻挡 一页金色纸张 划开乾坤 场外所有人面色都变了 有老辈天尊确信 五疯子当年争霸天下 血洗一个又一个古老的道筒后 终于被他 寻到了那篇关于时光的无敌庙述 能排进阳间庙述前几名内 这震撼人心 据悉 前时的庙述大多都失传了 已于阳间不可见 而五疯子从遗迹 从一些古老的道筒中找到线索 最终开启尘封的某座名山 找到了这种庙述 不过 人们也确信 以立陈天的年岁 不可能全部修成那种时光妙术 而金纸炼成了相应的一部分 不然的话 也不会叫斩千秋 而是另外一个震动古今的名称 即便如此 斩千秋一出 依旧是可怕的 一夜金色纸张像是镇压了亘古 封住了现实 影响了时间能量的分布与稳定 要轰杀楚风 太快了 金色纸张 简直要劈开天地永恒 楚风全力以赴 催动七宝妙术 但是他发现 炼成的法不够完善 缺少其他五种物质 不足以对抗时光术 两者虽然还没有最终大碰撞在一起 但是 他却有一种直觉 真正接触的话 自己要吃大亏 因为 对方虽然没有全部炼成 但是却从头开始炼的 很系统 而他炼的妙术 少了相应五种天地奇珍物质 相当于是残缺法 而且 时光术的真正排名 也是高于七宝妙术的 这一刻 楚风的面色变了 他已经非常高顾风子一系 但是事到临头 生死决战时 却还是让他感觉事态严重 无比棘手 须知 他早先利用七宝妙术时 曾经击溃佛女所寄出的佛宝中的九位老僧 轰烈蓝金波鱼 击败诸圣 可想而知 即便是残缺法 七宝妙术也是威压世间 能横扫各路绝顶圣者 但是 今日遇上午疯子一脉的人 却不管用了 楚风直觉太敏锐了 强烈地感觉到轰撞在一起的话 他可能会被重创 甚至出世而败亡 在这电光石火间 他想到了这么多 接着想改用终极拳 这或许是唯一可以对抗石光术的手段 不过临到关头 他又改变了 突然探出双手 捏紧拳印 不是终极拳 而是另外一种强大手段 在他握紧的掌心中 一些金色符号在闪现 他闯轮回时 曾在光明死城内的巨大石墨盘内 见到过发光的金色符号 同时 这些金色符号 他也在自身的石冠上见到过 现在 楚风明克这种符号与手心 而后徒手轰向金色纸张 他参悟这种符号许久了 尽管弄不清全部傲义 但是却不影响他烙印血肉中 轰出最强一击 杀 杀 两人都大喝 发出刺目的光辉 大胜争霸 到了无比激烈的关键阶段 第1259章 怀疑人生 大胜争霸 激烈异常 最后这一刻 两人的笑声震动整片战场 风云激荡 两人最后的手段都太强了 光耀天地 时光妙述号称 阳间最强的几种妙述之一 能够在今日出现 足以证实 人们知道 五疯子当年得手了 终于被他寻觅到 这种传说中 震骨朔惊的无上妙述 黎达在线的话 都不见得能制衡他吧 这是一些天尊心中 瞬间转过的念头 但是 一刹那 他们又都开始关注战场 轰隆 楚风徒手硬汉时光妙述 掌心的那些金色符号闪烁 金色霞光宛若烈焰般 仿佛要熊熊焚烧朱天 原本历陈天还在冷笑 但徒手皆是光束者 纯粹是找死 等于在自杀 遇上他这一招 几乎无解 在整片阳间古史中 唯有另外最强大的几种妙述 可以对抗时光束 然而 随着岁月的流逝 阳间历代的更迭 明山大山陈峰等 其他几种妙述都失传了 断了传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时光妙述已经是无敌术 天下无可抗 所以 他觉得曹德在找死 处之必亡 曹德 你死无葬身之地 有些可惜 不能亲手摘下你的头颅血迹 我的兄长 历陈天转过这样的念头 因为 一旦打出这种无敌术 就是他自己都控制不住 注定将要对手打成历史的尘埃 什么都剩不下 可是下一刻历陈天瞳孔收缩 眼睛冒出乌光 他有些不敢相信 他看到曹德的双手 触及那叶金色纸张 可预想中 化为历史尘埃的那一刻 并没有到来 轰隆隆 楚风双手惊瑕涛涛 他再以双手去加那叶金色的纸张 血肉之躯触及到发光的金纹 他居然承受住了 怎么可能 这一刻 别说历陈天 就是场外的强者 也都瞠目结舌 而后深深到吸冷气 这是以双手破解了今天妙述 所有人都意识到 曹德了不得 他一定掌握有非凡的传承 不然的话 何以如此 换成旁人 即便不被金色纸张打成尘埃 也要身体破烂 灵魂破碎 绝对免不了一死 顿时 一些老辈人物做出联想 认为曹德有可能得到了 那传说中 可与时光妙术分庭抗礼的无敌术 随后 人们又想到他懂得终极权 他来自 某一古老影视家族的猜测 就越发地靠谱了 可是 人们还是震撼 即便掌握有某种无敌术 但这么大胆 用肉身去处及时光束 还是称得上胆大包天 楚风双手夹住了金色纸张 他恨不得全身心投入进去 想要看清金色纸张上的所有文字 他在暗中催动倒影呼吸法 且眼底深处 有金色符号一闪而没 悄然以火眼金睛盯着金色纸张 他想偷学 这一战 让他心中大受震动 五疯子一脉的绝世篇章很可怕 他对时光束极其眼热 恨不得倒学过来 而他掌握的呼吸法 就有这种功效 所以 他现在冒险 想要在这里倒学 很可惜 这页金色纸张上的经文太模糊 他只读取到一行流光一彩的凡傲符号 太短暂了 不足以让他悟透什么 历程天敏锐地觉察到了 这个曹德 双手夹住金色纸张后 居然在盯着上面的符文观看 顿时让他眼睛有点发直 这是什么状况 历天简直是有些怀疑人生 这是生死大决战 这个对手居然在基于他的时光束 想要窥到绝密经文 找死 他冷笑 又惊又怒 对方这是过于胆大 还是不知死活 他从未听说 有人敢这么面对时光束 这是阳间最强绝学之一 想在决战中仓雾透 那纯粹是找死 轰隆 历程天催动妙述 那金色纸张顿时剧烈轰鸣 他更加的刺目了 宛若劈开了整片天地 上面的文字光焰滔天 这对楚风来说极度危险 对方催动时光束 让这显形而出的金色纸张 顿时充满了暴虐的能量 时光符文出现 光阴碎片沉浮 磨灭一切有形之物 在这世间 没有什么物质 能够挡住时间 历程天很自信 当他们这一脉的无敌术爆发后 管他什么人 都要瓦解 烟消云散 可是 他又一次失望了 楚风的掌心 金色符号闪耀 流转而出 抵住了金色纸张上 那些光阴碎片的侵蚀 对抗时光之力 轰隆 历程天再次催动 不幸嫌 要灭曹德 这一刻 楚风不敢大意 全力以赴 震动双手 那从粗糙石墨盘 与小石冠上见到的 金色字符等 在其手心爆发冲销光滑 一声巨响 轰的一声 像是天塌地陷了一般 这片地带能量大爆炸 楚风与历程天 全都倒飞了出去 他们都口吐鲜血 最后栽落在尘埃中受伤颇重 那叶金色纸张 直接在半空中炸开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导致两人全都横飞 至于楚风手心中的 金色符号等 也都暗淡 最后消散 这样的一击 几乎是两败俱伤 两人都跌血战场中 万众瞩目 大圣争霸 竟是如此的惨烈 他们两人受伤都很重 摇晃着身体站了起来 这对历程天触动很大 他是谁 五疯子一系的传人 掌握有阳间最强的时光术 居然没有击杀曹德 他心头沉重 这一切让他深感不满 也有些心惊肉跳 他眼神冷酷 浑身光焰跳动 决定再战 一时间杀气汹涌澎湃 席卷战场 楚风也很心惊 但却不是历程天那样的心情 而是在反思 进一步了解到 手心中的金色符号的意义 真的实在太强了 居然可挡舞疯子一脉的杀手锏 同时 楚风也知道 对于金色符号的排列略有失误 某个符号应该居中比较好 使之犹若凌空而立 他以前就一直在琢磨这些符号 对于怎么排列 怎么有效地显化出傲义来 一直有研究 不过 其中也有较为模糊的地方 今天经过实战后 他觉得更进一步把握到了 不在生死时刻 不在决战中 体会不到那种细微的差别 接着 他又推演 其他在金色字符彼此间的距离 也应该有稍微的改变 第1260章 超凡爵士 电光石火间 楚风的念头 如同神光在起伏 他在私存 刚才虽然挨了一记时光术 斩千秋 但是 他颇有感触 加深了自身对这些神秘符号的理解 进行改进 杀 历程天断鹤 他有些恼怒 对方居然在那种关头道学他的时光术 真是岂有此理 在蔑视他吗 他再一次杀来 楚风毫不犹豫 也又一次猛烈地迎了上去 与之硬汉 神威灵灵 丝毫无拒 他的底气变足了 见到对方再次施展时光术 动用阵教绝学 他也毫不保留 双手发光 金色符号浮现于掌心间 仔细看的话 宛若一挂星河 在他手中流淌 璀璨而又绚烂 天地间 一声大道 轰鸣声传出 震荡了高天 一夜金色纸张成形 凝聚着密密麻麻的符文 截断天语 那是时光术 斩千秋 随着历程天口诵经文 凝聚成形 他再次动用这一杀手锏 金色纸张横天 楚风那里斩去 像是一片刺目的金光 在开天辟地 要将这世间劈为两片 这样可怕的一击 带着时光碎片的能量 还有大道气息 又一次杀制 比不久前还要猛烈 要震杀楚风 无数人都睁不开双眼了 被这一夜金色纸张 所承载的符文刺痛 那上面光焰滔滔 所有符号都太刺目了 好 楚风一声低吼 依旧是胆大包天 徒手硬汗 这一次 他掌心的符号更璀璨了 映照高天 与金色纸张争灰 轰隆 他用同样的手段 双手合拢在一起 精准地夹住了这夜纸张 然后他暗中催动倒影呼吸法 又一次倒学 金色纸张颤动 没有能前进分毫 被他的双手锁阻 历晨天惊怒 第二次进攻又无攻 他已经将能量催生到了极境 结果依旧被曹德挡住了 没有轰杀掉对手 而且 他确信 对方的确在偷学时光术 想要参悟那夜金色纸张上的 经文奥义 尽管知道对方学不到手 不可能误透 但他还是有些怒意 这真是混账啊 竟在生死决战间 惦记他的妙述 事实上 他猜错了 这一次 楚风又多学了一段 将一些奇异而深奥的符号 记在心中 默默思索 哄 最后一刻 金色纸张又一次炸开了 他承载着道则 凝聚的时光碎片等 能量成分复杂而可怕 其威势恐怖绝伦 这一次的大爆炸 其金光淹没战场中心 两人接闷哼 又一次可雪飞了出去 不过 这一次楚风双脚着地 像是一杆镖枪般 直接钉在地上 立身在那里 而历成天 则是摔倒在尘埃中 尽管历成天瞬间逾越而起 站在战场中心 但是 他的瞳孔还是一阵收缩 意识到这个对手 稍微占据 些许上风 怎么可能 刚才两人还平分秋色 两败俱伤 而现在 他竟然有些吃亏了 随后 历成天略微惊悚 因为刚才金色纸张瓦解 时光术大爆炸的最后关头 他确信自己没有感应错误 曹德不曾动用传说中的 那几种正骨朔金的妙述 而是掌宁金色符号 徒手硬汉 血肉之躯怎能如此 这让他强烈不安 决战 并非意气之战 比拼的不仅是自身的道横 还有意志 随机应变等 自然也包括武器敌运等 历成天在低语 而后猛然抬头 又道 所以 我不必与你浪费时间了 我要杀你了 他神色冷酷 眸子无情 一刹那 他直接召唤出一种甲咒 从他的血肉中发光 从他体魄中浮现出来 这是一种特殊的金属甲咒 心红如血 以赤金炼成 看起来破破烂烂 很陈旧 覆盖在他的身上 一刹那 所有人都有种悚然的感觉 甚至一些大人物 都曾有刹那的心境 就更不要说战场中的处风了 煞时间 他觉得像是被史前的一头 恐怖绝伦的猛兽盯上了 不好的感觉来源于 历天身上的破烂赤金甲咒 五疯子的甲咒 战场外 有老辈人物声音 都发颤了 不 跟历天自身境界相仿 并为逾越大圣境 另有人说道 很快 有人知道了 那是什么 相传 五疯子年少时 永贯同代人无对手 他是一路血战成长起来的 他少年时 所穿的残破甲咒 一直保留 最后传给了后人 不 那件甲咒被分解了 熔炼进数十件特殊的战役中 这应该就是其中的一件 这是一位天尊的声音 道出了其中的秘密 五疯子当年用过的甲咒 哪怕破烂了 也非同小可 蕴含着他的杀意与战意 尤其是 他最后成长为究极强者 成为无敌阳间的人物后 他少年时代的甲咒 也蕴含上了某种魔性 就如同佛族的某些大德高僧 用过的钵鱼 袈裟等 会沾染上佛性 五疯子那么强大的人物 他少年时代用过的甲咒 随着他自身逐步变强 也被赋予了某种魔性 还好 这一件不是昔日五疯子的完整甲咒 那一件被拆散 炼制成数十件 眼前只是其中之一 不然的话 那将会无比可怖 此刻 历尘天穿上这件甲咒 整个人都不同了 沙发器滔天 劈头散发尖 谋若冷垫 犹若一个盖世魔王归来 无形中 他像是沾染上了五疯子的一些特质 曹德 你可以死了 历尘天寒声道 冷漠无情 一步一步向前逼去 天地都随着他的脚步而共鸣 在战里 跟着他共同迈动 有些麻烦 楚风低语 他不得不承认 遇上了大麻烦 十分危险 对方为了杀他 不惜穿上一件特殊的甲咒 楚风自然也听到了远处那些老辈人物 故意说给他听的话 让他小心戒备 这是与五疯子有关的甲咒 以仗外武 便妄想杀我 我还真想看一看 你穿上他后有多强 更想看一看少年五疯子在线的奇景 楚风虽然面对危局 但依旧没有缺失信心 吹什么大气 你拿什么与我斗 立刻毙掉你 历尘天鹤道 就凭我自创的妙术 今日轰杀你 楚风鹤道 此言一出 战场上许多人被震动 自创妙术 开什么玩笑 对方可是掌握有时光束 震骨朔金 不过 当想到不久前 楚风徒手硬汉时光束 难道那就是他自创的 可是 现在立尘天穿上了五疯子遗留的甲咒 情况完全不同了 曹的还有什么底气 让你见识一下我自创的无敌妙术 楚风冷声说道 越发的自信 因为他在调动体内一物 发现可以为他所用 此时 他召唤灰色的小磨盘 使之雾化 成为灰蒙蒙的雾矮 而后一路蔓延到他的双手 接着又重塑 瞬间 灰色小磨盘的上下两个盘分开 楚风左手一个磨盘 右手一个磨盘 同血肉融合与凝结在一起 当他双手相合时 又隐约间成为一个整体 完整小磨盘 来吧 该结束了 送你上路 楚风喝道 他信心大增 那些金色符号 原本就是 刻在光明死成中的 粗糙石磨盘上的 现在他在陷于灰色小磨盘上 同时要演绎全法语妙述 必然超凡绝世 他的好神 给你 我会不会看见 我会不会看见